每当看到身边的人用6位数的iPhone解锁密码是 我总忍不住会问 为啥你不用4位数的密码呢 这次对方一般会说 可以设4位数的密码吗 第一步 打开设置 根据你的机型 找到面容ID一密码 或者触控ID一密码 输入现有的密码进入 第二步 更改密码 选择更改密码选项 在更改密码界面键盘上方有密码选项按钮 点击后可以在弹出的选方中选择4位数字密码 自定义数字密码 自定义字母数字密码 三种类型 如果你想要安全的话呢 可以选择自定义字母数字密码 因为这样可以设置一个非常复杂的iPhone解锁密码 保证安全 如果你想要简单的话呢 当然是选择4位数字密码 这样每次用密码解锁iPhone 仅需要输入4个数字就行 好了谢谢观看 欢迎关注苹果大玩家 之后我会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和资源